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是不是他的家族的主导的 一个文化大学的学生宿舍 民党主打了有三点 你违法土地使用 你官说 新北市的官员来此官说 你租金那么高 你贪财 所以你整个的社会观感 是不是你要监讨 那侯友宜立刻回籍 说这是乌贼战术 我会坚持下去 这是台北市的选情 还是新北市的选情 对不起 是新北市的选情 那台北市的柯文哲呢 他当然会好好的利用 这个情势来壮大自己吗 柯文哲除了这个事情之外 关于吴英宁 以及最近非常轰动了 在台北市京华区 台北市所管理的公有地上 竟然发生分饰案 可是柯文哲 他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而现在不管是军 公教年改都已经三读通过 7月1日开始就会开始实施了 而这个对台湾的民心士气 以及经济会产生怎么样子的 一种重要的影响 这个影响我们在乎吗 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会怎么样的发生 一例一休可以左改右改 军人连改改下去 改错了改坏了以后 国民党说没关系 等2020我们重回执政 我们再改回来 那个时候来得及吗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董志森 大家晚安 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威忠 大家晚安 民党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戴伟山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国民党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国民党立法委员费洪泰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红威 志森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 唐慧琳 志森姐好 大家好 本来这次的选举 大家可能最没有悬念的 就是国民党在新北市的 市长的候选人侯友宜 可是现在这几天沸沸扬扬的 就是侯友宜 他竟然从一个铁蒸蒸的汉子 一个不怕死的警察英雄 变成是包租公 变成贪财 变成是不管学生的人权吗 那刚开始就是因为 当然之前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金介兽已经爆料了 而这一轮的猛攻是来自于 民党台北市议员王维忠 维忠 你所有的你的指控 经过这个侯友宜 侯伴这边已经出了六点的声明之后 这六点的声明 我很简单的念一下 他说他的六点声明是说 第一你们所指控的右育公司设立 其实我就是为了合法结税 第二 微型公司登记的在记账室那里 是民间常有的经营形态 也就是说其他的公司在同一个地点 不是我的 第三又是公司报税把押金利息纳入 规格之高 国内罕见 第四土地超过九成都是我太太娘家继承的 余者的搭配购买周边私有国有的机灵地 第五我新建的工程款是三千五百万 一百万四筹 第六大群管就是文化大学的这个宿舍 以住宿住宿类第一组H1进行公安申报 合格民国八十六年 迄今各级政府也无认定违规 这六点声明有没有说服你 我这么来说 我在六月七号质询的时候 不是要翻侯友仪的旧账 对于我一个二零一四年 当选的台北市议员来说 我最重要的是在我的选区里面 士林区 那我发现现在可能有违法使用的 一栋建筑物 即便里面住着的可能是外县市来 不是台北市户籍的这些学生 但我认为在我选区里面的民众 我们都有资格来关心 所以我在当时并没有去扯说 以前他怎么样 我就说现况 现况这里是不是做宿舍 如果是的话就违反了图管条例了 那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很多人对图管条例很陌生 也不知道说你们讲住宅宿舍 那又如何呢 图管条例的全称叫 土地使用的使用分区的管制条例 所以重点在你怎么使用 不同的分区 他要维持不同的居住环境品质 这个是法令里面写明的 所以要控制不同的人口密度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住二区在阳明山这边 他控制中等人口密度 所以他不允许坐 一般我们认为宿舍一定是 比较多人挤比较小空间 住家当然也没禁止你 你愿意四口之家挤五坪 也是大家的自由 可是我们一般很难忍受 住家通常要住比较久 所以他法令就是用这样 来控制人口密度 那你在那边如果违法使用的话 那就危害公安啰 所以我的出发点在此 如果侯友宜当时坦白的承认 或者是他说到做到 也就是他说反正现在是文化大学使用 他们的如果有违法跟我无关 我也不会去干涉 那真的这把火也不会烧这么旺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在官员要去会刊的时候 那么他找了幼育公司的律师陈嘉瑶 不是文化大学的法律顾问 还找了国民党的陈彬甫议员 他说亲口跟我说他是代表猴伴 说猴伴啊三个字 然后同时间也找了对面王宏威议员等人 那么也开记者会 那如果说这件事情不是跟他无关 他是无辜的大房东 违规都是二房东文化大学 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来干涉会刊 那么今天刚刚志賢姐你讲的这六点 我告诉大家 其中有三点跟我的质疑无关 我从来没有说他的新建建物的时候 资金来源如何 我从来没说嘛 或者说你有沒有违规使用 还有你天价的租金 有没有吃到教育部补助款 那昨天我们看到教育部 已经发出声明说的确有补助 我再讲另外一个道理 你进入校务基金里面之后 无法区分 本来我可以学校里面 可以拿来用自己的学杂费 自己的这个款项 自筹款项来做的事情 因为要支付短差的大巡管 五百万的租金 短差的五百万租金 所以这部分拿去付 那校务基金 那个公家的补助款进来 校务基金之后拿来挪移这边 这个就是用到国家经费 所以教育部也说了 那侯友宜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一一的面对 不是六个不着边际的声明 可以解决 宏威 事实上他的指控 威中的指控很清楚的是说 最重要你集中在 土地有没有违法使用 因为这个地是叫做住二特的地 是不能够当学生宿舍 但是可以当集合住宅 那他当时新建是集合住宅 所以一直到侯友宜的手上 他都是合法的 然后转租给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让他做学生宿舍 那那一块你认为是非法的 对不起在那个二零一年前 他好像也有一间分租两人 如果是这样那也违法 不过我说了我这次不翻旧账 所以我只看现在 宏威 我要讲一下 威中议员讲话 你不能只讲一半 也不能 别人没讲的话 也不能塞在人家嘴巴里 第一个当天 就上个星期五早上 你带着台北市多发局去会刊 那陈敏甫议员有到现场 陈敏甫议员没有说他代表侯伴 他说三个字 说侯伴 没有没有 他没有讲他代表侯伴 因为这个事情 他帮陈敏甫承认 那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这个教育部 有没有补助文化大学 有 但是文化大学非常清楚的出示 教育部的补助 没有补助到大群管 也就是大群管这部分 是没有教育部的补助 所以讲话不要讲一半 另外就是讲到 礼拜五早上 有没有阻碍会刊 威中议员 其实礼拜五 你们会刊不成是为什么 第一个 没有公文给人家 我有公文 因为你们本来是下午 然后第二个 是这个学生 在里面的学生 还有好像红布条 还白布条 说对不起 我们现在正常正好 正在准备期末考 请不要打搅学生 现在正在问书 所以谁阻碍会 并不是议员 也不是律师阻碍你会刊 而是你当时去会刊 第一个 当时因为你的公文 是本来是下午 不晓得为什么 你们提前到早上 因为听说本来要跟 教育部立法委员 后来不晓得 为什么教育部绕跑 没有去 那接下来 这个案子 它是不是一个旧案 它真的是一个旧案 因为当时在101年的时候 其实王威中议员 并不是第一个 打这个案子的台北市议员 当时有一位李庆元议员 它基于一些因素 它也跑到文化大学 大学馆去会刊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旧案重草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也有人在重追猛打 所以有一些事情要去厘清 所以后来也就相安无事 都没事了 可是对不起 因为我有一些 现在要选新北市市长 那他现在的声势又比较旺 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选举的操作 我特别要提 我在这边 我特别要谴责的是 我们台北市政府 就是这件案子 我刚刚讲 它是一个旧案 它从民国101年的时候 事实上就有很多的公文 往往反反 而且还有会刊 所以很多事情 包含王威中议员 所质疑的一些事情 其实可以快速厘清 而且这个社会 也希望你们能快速厘清 可是问题 就个拖拖拉拉 比如说 因为一开始 那个这个王威中议员在打 六月七号 那个我们都八局说 这个区域不能做宿舍使用 好要发寒文大 不然断水断电 结果你也没有去发寒 你应该赶快去认定 也不认定 六月十三号 到现在都没发寒 对 然后再来 六月十三号 林忠斌又说了 这个大军馆 是不是学生宿舍 应该由文大及教育部来诠释 推说不干我的事 请教育部 所以那天礼拜五 我们才找了教育部 也要去会看 他们跑掉了 那我就要跟台北市政府说 因为我说这是一个旧案子 民国一百零一年的时候 你看台北市都发局 发函给文化大学 这个负责人士 代表人是张静胡 董事长 他就说 你们这个建筑物使用 是学生宿舍 属于素数类第一组 H1类组 他要求你要用这个来公安检查 不然我就罚你 不然我就罚你 所以我就说林泽民干嘛要拖那么久呢 杜法局为什么拖那么久呢 你们不是早就认定了吗 所以现在拖拖拉拉反反复复 模模糊糊 我觉得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 就是现在是不是柯文哲 在配合民进党来炒作这个话题 反正来凌迟嘛 来拖拖拉拉 然后营造出好像侯友宜 他的太太家族的这个建筑物 是有违法违规的问题 这绝对是选举操作 现在当然民进党这边在攻击 侯友宜的除了违法 还有贪财 你怎么会跟文化大学签一个租约 一千五百万 而且每一年还固定 涨租金涨五% 复利业有这么厉害的吗 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怎么说 是 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新闻 有这个文大的前校长 这个吴万亿先生 他有跳出来说 到底为什么当初签这样的一个 不平等条约 其实当初是侯友宜的太太坚持说 每一年一定要涨百分之五的租金 否则我不要租给文大 那文大为什么还是接受了 这样的不平等条约呢 其实那时候文大他接收了 非常多的外籍学生 那你学生在这个教育部的这个规定里面 你一定要一定比例的宿舍 你才可以收这些学生 所以不得已他只好签了这样的条约 而且那个时候五万亿校长 他就有说 他觉得这样子这个 因为虽然学生他交的这个钱没有那么多 那剩下的这些钱 其实要由学校自己从口袋里面掏来补贴 所以才有每一年有这个五百万的 这个租金的补贴进去 那在这个状态下 那当然学校是会担心说自己支付不来嘛 所以他也一直表达说 要把学校的这个大中馆重新盖好 让这个学校的学生 可以从这个大群馆移入这个大中馆 只是不晓得为什么 后来文大又没有进行 这样相关宿舍的这个建设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学生还是不得已得继续住在 这个侯友宜他们经营的这个宿舍里面 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是 这是祝二特不应该作为学生宿舍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但这是文化大学把它当成学生宿舍 那民党认为说 那你侯友宜知情啊 所以这一块是民党的指控 但是签约当学生宿舍给学生的是文化大学 第二个 贪财这一块 文化大学跟侯友宜签约 文化大学觉得很无奈 因为侯友宜的太太坚持要掌五趴 不然她不租 那文化大学可以不租啊 文化大学为什么要租呢 所以文化大学自己就是 我就是要租 我要租 我要租 好 租了 好 这样子 那租了以后就变成说 他把原来侯友宜他们 一个房间住两个学生 我们变成一个房间住四个学生 住四个学生 五平的房子住四个学生 就感觉我们看到新闻画面 非常的窄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 这学生没有人权 也是迷朗的指控说 学生没有人权 学生很可怜 那学生昨天晚上上了一个 亲律的政论节目 他怎么讲呢 学生怎么讲 我们听听看 就是四个人一点 然后学校每年都有安排 那个消防演练 然后一些相关的设施里面都有 目前住起来我觉得还蛮舒适的 里面空间确实比较小 可是以那样的价位 然后再跟外面的租屋处比的话 是真的比较好 校外有些更小 就是外面的租屋处 有些会比较宅小 所以玉民委员 清律的政论节目找了 住在这个大群馆里面的学生两位到节目里面 结果没想到学生说 那个宿舍住起来比外面舒适很多 而现在又传出来说文化大学 它其他的馆 有一个房间住四个学生 或六个学生 一样是五平的 那这样看起来 好像这个大群馆 好像没有那么糟 对 其实大家有在外面租 大学时期有在外面租房子经验的 大家知道你如果租过大学宿舍 一间是有一个人独立套房 没有嘛 大学宿舍大概就是一间 大概都是四个人 甚至我以前在东海大学 还有这种八个人 就是上下铺八个人 而且他就是里面有套房 对 那所以学生的感觉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既然绿营的节目 敢请学生上场 那应该要听到学生的说法是什么 刚刚两位议员质疑的 有一些可能觉得说 有没有违法 有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学生已经亲口讲了 他觉得是舒适的安全的 只是空间稍微小一点 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 台北寸土寸金 就是说可能可以提供多大的空间 那对学生最重要是什么 安全 然后学生在里面 他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刚刚学生已经证实了 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而过去的消防记录 对不起 安全不能用感觉 安全就是政府官去查 我的发言 而且重视学生的感觉 这个就是你们绿营想要达到的目的 你们觉得是危害学生 请问问当事人 当事人觉得他们喜欢这里 他们要住在这里 这一个我请你们要打任何 议题的时候 重视学生的感觉 第二个刚刚才在强调的 违法或是贪财 我刚听到这个议员形容说 这个他什么天价的租金 我只请问今天文大的这个租金 跟一般市场行情的学校宿舍租金比较起来 是贵了几倍 有没有 两倍 有没有更贵 你跟市面的这些商业套房 有没有更贵 一个学期一万八是不是更贵 这个真的大家做完功课 再来讲说是不是叫做天价的租金 这种名词要轻易逛到别人身上很容易 但是要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第三个我要讲 刚刚这个这个市议员参选 说不平等条约 有很多的不得已 说很多学生住在这边是不得已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是不得已吗 他们是喜欢住在这里 我觉得那边会不会是大家想要排队 想要抽签 想要住进去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要打任何议题都可以 但是请基于事实 也请尊重住在里面学生的感受 那他一间每年有没有都涨5%租金 而且供不应求 大家都来租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他说 我就是这个行情 每年都会涨5% 所以我坚持 只要有我们闭嘴是市场机制